没找到一个新的线索 我都觉得是又找到了 一个拼图的碎片 所以我慢慢把它越来越清晰地拼出来 实际上就是20年 然后完成这么一个艺术议坛的佳话 其实接触最多的是吴冠中 94年第一次采访他 然后就跟他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他住在方庄 97年我也搬到方庄 所以有了更多的接触 朱德群是我在行走道中重新认识他 我后来去法国这一次 整个是董景昭老师 就是他夫人陪着我转的 他在郊区的画室 和他在凯旋门附近的那个家 我都去了 看到他最后的没完成的画作 一个在异乡这样奋斗了一辈子的人 我觉得也是给我很多感触 赵乌吉实际上是我临他的画最多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学过画 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 然后我重新拿起画笔 我临了他的画之后 我对他有更多的理解 我觉得他们对后人的启发 其实是很多方面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坚持中西融合 1928年林峰眠创办杭州艺专的时候 他有一个校训 他那个校训叫 整理中国艺术 介绍西方艺术 调和中西艺术 创造时代艺术 他们三个是师出同门的 所以我觉得在他们的艺术基因里面 在他的创作里面 整个这个理念很重要 吴冠中是旗帜鲜明地说 要在东西方之间架桥 然后他把西方的这种艺术 用在他的中国画的创作当中 然后也把中国画的一些意境 放在他的油画创作当中 而赵无极他是讲艺术国际化 就是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他实际上就是 他说他在法国重新发现了中国 朱德群他们在法国 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 对书法的研究 他们用他们三个人的艺术实践 让我们后人对东方美学的 这个自信心大增 这种赤诚之心 一生不变 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选 都不会动摇 就是不会说那个商业大潮的时候 我放弃了这个 我去做别的 他们其实也经历过战争 就是37年的时候 那个学校迁徙 到了重庆的时候 吃的那个饭里面都是沙子 他们是嫁给艺术 一辈子失之不渝 我每多了解他们一分 我这种感动也更深一分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受益最多 我也想把这个传递给读者 我说过去做什么事 你也不想把这个传递给你说的